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芦笋 虾子 胡萝卜 调料是盐和鸡粉 盖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芦笋的好处 好的 实际上芦笋含有黎芦醇 然后是一个抗氧化剂 对吧 然后有一定的妨碍抗衰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 一说抗衰老 抗氧化剂 然后大家都会想到紫色的红色的东西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这种绿色的芦笋 它同样可以有着抗氧化的作用 对对对 其实绿色的这个蔬菜类 包括那个西兰花 刚才你说到的西兰花 其实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 这个芦笋需要汤烫吗 对 需要汤烫 是要改刀还是一 就是这一长段 然后我们直接 就这一长段吧 直接就用这长段来摆盘 好 我们现在把它开火 里边加上热水 那汤烫这个芦笋的时候 里边是需要加入一些盐或者油吗 其实不用 如果有那个糖的话可以加一些 就是能保持它的清脆的绿色就好了 加糖 对 那如果汤烫别的食材的话 也可以加糖 蔬菜的话也可以加糖 都是可以的 对对 那我们现在就水开了 就可以汤烫这种芦笋了 那之前在节目当中有青炒芦笋 还有培根芦笋卷 对 还有就是这个 焯完水了之后呢 做冰镇芦笋 然后直接蘸酱料汁 也是可以的 就是比如蘸一个什么桂花蜜啊 什么蓝莓酱啊 也是可以的吧 对 但是我们今天呢 用的是虾子 对 虾子呢 就是可能在 就观众朋友在家庭里面会比较少用 但是呢 对 那虾子呢 其实是淡水虾的软 虾软 那这个软呢 就是 它在淡水虾的这个繁殖的季节呢 把它的那个虾子洗出来 然后把它 晒干 晒干 然后现在就是这样子的 有这种 这种虾的那种橙香味 哇 真的是 就是非常鲜 比那个霞干的味道 还浓郁 真的是 好 这边水开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呢 直接把芦笋放下来 等会炒也是用这么一长六 对 就是就一长六 因为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这个芦笋尖的部分 它很嫩 水分的也很充足 所以呢 汆烫的时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不要太久了 不要太久了 那这边呢 汆烫好了之后 直接捞出 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炒了 对啊 直接可以开始炒 对 其实呢 这道菜呢 为什么我们叫它新手菜呢 因为它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 实际上就是白草芦笋 加虾 然后呢 就用一点点的这种调味料 给它 对对对 因为芦笋呢 本身它鲜味足 而且那个有淡淡的清甜的味道 所以我们只需要 下一点的咸 就盐 下一点盐 然后加一点点的鸡粉来调鲜 因为我们的虾子呢 本身有很包含这个鲜味素 所以说我们这个 像鲜味的这种鸡粉呢 甚至还可以不用 好 直接就用虾子来调鲜甜 现在今天呢 我们这道菜呢 是一道新手菜啊 也是要讲究这个时间 所以呢 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是把这个芦笋呢 先给它进行一个汆烫 汆烫 现在就已经好了 我觉得 对 芦笋酸碳呢 不宜过久 大概在一分半到两分钟 其实现在差不多了 对对对 我们可以呢 我们把它炒起来 因为等一下还需要一个 再炒制嘛 炒制 对 你现在闻到就是捞起来的 那个果汁呢 清香味就出来了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呢 开火了 因为要开始炒制了 旁边呢 就是搭配了一些 胡萝卜 简单的树雅的 切了一个小花 来我们直接在里边呢 加入食用油 因为如果是经常做饭的朋友 做这道菜的时候 你想勾一个玻璃芡 然后呢就勾芡 如果呢 不经常下厨房的朋友 害怕这个芡汁呢 没有勾好 有点凝固的话 那你就可以不来勾芡 它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勾芡的效果呢 是希望就是 它的芡汁呢 在这个芡汁的表面上呢 有一个膜 有一个膜的话呢 这样它的油呢 可以均匀地包在膜上 那芡汁看起来 就芡汁看起来呢 就会比较 就是凝亮一些 更亮一些 是这样 所以你对这个新手的 寄予了很高的这种期望 那我们先来翻炒这个芡笋 好 我们把这个火呢 关小了 关小一点 好的 然后就可以调味了 直接可以调味 我们再来 这个时候调味的时候呢 可以先离火 因为那火力呢 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对 然后我们小许的盐 大概在五克左右 面上 对 鸡粉 鸡粉一点点 因为我们有虾子了 然后呢 窗炉水的水呢 汤 下一点点 就是来融化一下 我们的调味料 调味料 对 因为刚才里边是没有水分的 再翻炒一下 虾子什么时候去放 虾子最后放 好 我们今天对新手们 有一个正高的要求和标准了 我们就今天给大家 调一个这个玻璃芡根 就应该裹在这个芦笋的面上 好 把湿淀粉 用小勺 淋上 淋在这个面上 一点点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的不淋 淋了它再更漂亮一些 对 虾子可以放了吗 可以了 现在最后呢 用虾子来 包裹一下 对 包裹一下 这种海鲜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对 给它这个 就是给它的这种蔬菜呢 增加一些海鲜的这种香气 然后给它炒均匀一下 如果呢 你最后喜欢的再香一点 还可以淋上一些芝麻香油 会让它的颜色呢 更漂亮 OK 那这样的一道新手菜就已经做完了 做完了 我们可以呢 装盘了 装盘 先手捞出 热锅热油 胡萝卜和卤笋放入锅中翻炒 加入盐 鸡粉调味 用湿淀粉够薄芡 撒入虾子融合即可起锅 卤笋富含多种氨基酸 蛋白质和维生素 其含量均高于一般水果和蔬菜 特别是卤笋中的天冬鲜胺和微量元素 锡猛等等 具有调节肌体代谢 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功效 在对高血压 心脏病 水肿 膀胱炎等的预防和治疗中 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和药力效应 其实卤笋既是一道新手菜 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纳成一道瘦身菜 为什么卤笋它含有大量的粗纤维 所以我们吃完了之后 可以让身材变得轻盈 粗纤维对肠胃蠕动 然后搬住排毒 它适合和辣的东西炒在一块吗 其实是不建议这样做 当然炒也可以炒 就是辣的话 本身就芦笋的那种清香的这些 这些口感跟味道都没有了 对 它适合搭的东西 还是属于味道比较清淡的 比较原味的 什么百合 百合 或者是虾仁 鱿鱼 或者是贝类的一些肉 对 因为比较脆嫩的 就是说不适合搭配一些 就是很粗糙的红肉 这一些 或者说用很重的这种调味品去 去那个烹饪它 或者是呢 你就把这个想吃肉了 咱可以把这个芦笋和牛柳 它的一块 芦笋炒牛柳 对 比较 比较轻的这种口感 比较弹牙 比较嫩的这种肉类是可以 不要重的红肉就行 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 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 不知道大家呢 有没有学会 如果学会的话呢 就可以动手做做看 我是刘伟 明天我们再见